肖战最近又一次成为了娱乐圈的焦点人物 这个名字几乎天天出现在热搜榜上 要说这个热度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圈子里 肖战凭借实力和魅力 硬是把一众优秀的资源都揽入怀中 连业内的媒体也忍不住发文感叹 肖战的名导剧作简直接到手软 对于肖战粉丝来说 这些消息并不陌生 大家早就知道 肖战最近参与了不少备受期待的大制作 比如《藏海传》和《德显景致》 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 都汇集了顶级的制作团队和豪华的演员阵容 更重要的是 肖战在这些作品中都是大男主 戏份自然是重中之重 这让那些说肖战资源不够硬的人 统统闭了嘴 也让无数人极度的牙痒痒 有人欢喜 有人愁 肖战资源这么好 难免会引来一些极度的目光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酸溜溜地说 肖战凭什么呀 肯定是抢了别人的资源 哎呀 我听了都替他们着急 这话说的 也太不讲理了吧 肖战为什么能有这么多顶级资源 说到底 还是因为他够优秀 娱乐圈里 资源从来都是靠实力和人气说话的 肖战的演技和人气 在这里是毋庸置疑的 看看他之前的代表作 陈情令 那简直就是现象级的作品 把魏无羡这个角色演得深入人心 成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这样一来 他能接到更多的好资源 也就顺理成章了 肖战可不止靠一部戏打天下 他一直以来都在不断挑战自己 在不同的作品中展现出多面性的演技 从古装到现代剧 从小银屏到大荧幕 肖战都在用心去演绎每一个角色 他从不止步于现有的成就 而是不断追求突破 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名导 愿意找他合作的原因 自从肖战走红以来 他的粉丝就一直在默默支持着他 不管风雨多大 他们都坚定不移地站在肖战身后 每当有新作品上映 粉丝们总是第一时间冲到影院或电视机前 为肖战打call 给他增加人气和话题度 肖战的粉丝不光是数量多 质量也很高 他们不仅仅是为肖战的作品买单 更是以各种正能量的方式支持他 比如做公益 参加志愿活动等等 这种正面的粉丝文化 不仅给肖战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也让更多人看到了他身上的正能量 肖战的成功可不只是靠演技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的人品也特别好 记得有一次 剧组遇到了一些困难 拍摄进度被耽误了 其他演员都有点不耐烦了 但肖战二话不说 主动加班加点 还安慰其他人 这种为团队着想的态度 怎能不让人喜欢呢 肖战在工作之余 还特别注重自我提升 我听说 他平时没事就喜欢看书 学习新知识 有粉丝偶遇他 发现他在看的居然是一本 关于心理学的专业书籍 这种不断充实自己的态度 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最近有传言说 肖战可能要开个人演唱会了 虽然还没有官方消息 但是想想就觉得激动 肖战的歌喉可是一绝 记得他在《中国梦之声》里的表现吗 那首《我们的歌》唱得多好听啊 如果真的能开演唱会 我肯定第一个去抢票 以肖战现在的势头 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精彩的作品 呈现给我们 不管是影视剧还是音乐作品 我们都拭目以待 肖战加油 我们永远支持你 黄山素以其松 怪石 云海和温泉闻名于世 尤其是那云雾缭绕的仙境景象 让无数游客为之倾倒 在黄山的西海大峡谷 这片被誉为黄山风景区中 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的圣地 碧力千韧 巧时凌厉 云雾如梦如幻 营造出一种宛如仙境的氛围 肖战用一手 竹石 用他独特的嗓音 带领听众 穿过层层云雾 中见阳光 感受着仙境之美 声音中的风景 肖战的 竹石 唱出黄山的灵魂 肖战的 竹石 不仅仅是一首歌 更像是一场音乐之旅 他以轻量而坚定的声音 将黄山西海大峡谷的风景 一一展现在听众面前 歌声中的每一个音符 似乎都在描绘着黄山的显峻与柔美 那高耸入云的山峰 那云雾环绕的景象 都仿佛通过他的歌声 跃然而盼 西海大峡谷 以其奇特的地貌 和变幻莫测的天气著称 当云雾弥漫时 仿佛整片大峡谷 都沉浸在一片朦胧之中 而肖战在 竹石中所展现的 不仅是音乐技巧的体现 更是他对黄山风景的 深刻理解与感悟 他的声音 宛如一缕阳光 穿透重重迷雾 带来温暖与光明 这种突破与升华 正是黄山之美的真实写照 穿破云雾 终见阳光 肖战歌声中的力量与希望 肖战的演绎 总是带有一种穿透力 他的 竹石 如同那挺拔的青竹 虽历经风雨 却始终屹立不倒 这种坚韧的精神 与黄山的风骨不谋而合 在歌声中 仿佛能看到 那穿破云雾的阳光 洒在山间 点亮整片大地 这不仅是自然景象的重现 更是对人生历程的隐喻 无论前路多么崎岖 只要坚持向前 终将迎来光明 黄山的云海 是他最为著名的奇观之一 当雾气升腾 山风在云雾间 若隐若现 宛如仙境 肖战的竹石 则赋予了这一景象新的意义 他的声音 有一种令人心安的力量 仿佛在告诉人们 前行路上总会有迷雾 但只要心怀希望 勇敢穿越 终会见到灿烂的阳光 这种精神上的共鸣 让他的演绎 超越了简单的听觉享受 成为了一种心灵的洗礼 纵览西海盛景 音乐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伴随着肖战的歌声 我们仿佛置身于西海大峡谷的盛景之中 那碧力千人的险峻 那巧识凌厉的崎岖 那云雾缭绕的梦幻 无不在音乐的铺陈下 变得更加生动 鲜活 肖战的声音 与黄山的风景相得一张 音乐与自然 在此刻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这种融合 不仅仅停留在视听层面 更在于精神上的共鸣 黄山西海大峡谷的景象如画 而肖战的歌声 则是画中最动人的色彩 无论是宁静的时刻 还是风起云涌之时 他的歌声 都能与黄山的每一处细节契合 仿佛天生一对 正是这种对自然景象的 深刻感悟与传达 使得他的 竹石不仅是一首歌 更是一场音乐与自然的对话 肖战与黄山 艺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黄山西海大峡谷的壮丽景观 通过肖战的竹石 得到了全新的诠释 肖战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更是一位能够用歌声 传达自然之美的艺术家 他的竹石 让人们在音乐中 感受到了黄山的险峻 柔美与神秘 正如那穿破云雾的阳光 肖战的声音 为黄山增添了一抹温暖与希望 无论是黄山的奇松怪石 还是西海大峡谷的云雾缭绕 都在肖战的歌声中 得到了最真实的再现 通过他的演绎 我们可以在音乐中唱游黄山 感受那无尽的自然之美 肖战用他的声音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黄山的窗 让我们在音乐与自然的交融中 体会到那份久违的宁静与感动 肖战的 竹石不仅唱出了黄山的先进感 更唱出了人生的希望与坚持 在这首歌中 他用声音将自然景观 与人文精神完美结合 创造出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感受 正是这种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 让肖战的每一次演绎 都成为了粉丝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 期待未来 肖战能够带来更多这样 充满灵魂与力量的作品 让我们在他的歌声中 一同感受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快速更迭 纷繁复杂的时代 肖战以其无与伦比的魅力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仿佛是一场视觉盛宴 是对纯粹之美的极致诠释 近期 肖战工作室发布的一组周末帅照 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 瞬间激起了千层浪花 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 照片中的肖战 身着一身复古翻领牛仔套装 搭配无刘海发型 那模样 仿佛是从时光深处走来的 翩翩贵公子 又似时尚前沿的潮流引领者 竟显其独特的魅力与风格 肖战 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时尚偶像 他的存在 仿佛是为了重新定义 时尚与美的标准 他那高挑匀称的身材比例 简直就是上天的杰作 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展现 服装设计的无限可能而存在 无论是复古风的翻领牛仔套装 那硬朗的线条 与肖战的气质完美融合 勾勒出他修长挺拔的身姿 仿佛一幅行走的艺术画卷 还是简洁干练的白衬衫 搭配V领马甲 简约中透露着优雅 将肖战的气质 衬托得更加出众 每一种风格的服装 穿在肖战身上 都能被他演绎出独特的韵味 展现出非凡的时尚感 尤其是当他穿上那套 复古牛仔装时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那牛仔的质地 带着岁月的痕迹和故事 与肖战的气质相互呼应 他不仅勾勒出 修长挺拔的身姿 更凸显出一种 清冷而不适温度的独特气质 他就像一个神秘的宝藏 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探索 去发现更多的惊喜 他的清冷如同高山之巅的冰雪 纯净而高洁 他的温度又似冬日里的暖阳 温暖舒适 这种独特的气质 让人在瞬间为之倾倒 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静止 肖战的颜值 那更是让人赞叹不已 他拥有一张棱角分明 而又不失柔和的脸庞 仿佛是艺术家精心雕琢的杰作 高挺的鼻梁 如同山峰般挺拔 为他的面容增添了一份坚毅 深邃的眼眸 犹如浩瀚的星空 神秘而深邃 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其中 微微上扬的嘴角 带着一丝温暖的笑意 仿佛能融化世间的一切冰冷 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地组合在一起 构成了这张让人过目不忘的俊美面容 而那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则进一步强调了他的硬朗线条 使得整体形象更加鲜明突出 他的短发简洁而有力 仿佛在诉说着他的坚定与果感 更难得的是 肖战的美并不仅仅停留在外表 在他的脸上 你看不到过多的修饰 甚至可以说 他的美丽 无需任何色彩的点缀 这份黑白分明的纯净 正如一幅精心雕琢的山水画 虽简约却不失韵味 透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艺术美感 他的美 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状态 是一种未经雕琢的纯真 它就像一朵盛开在山间的野花 虽不张扬 却散发着独特的芬芳 又似一弯清澈的湖水 虽平静 却蕴含着无尽的深度 正如古人云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肖战的美丽 便是这样一种自然流露的状态 无需过多粉饰 便足以让人感受到 其内在的魅力 肖战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 除了他出众的外貌条件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对自我风格的坚持与探索 在这个流行趋势 瞬息万变的时尚圈里 肖战始终坚持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观 用最简单的方式 表达最真实的情感 他不随波逐流 不盲目追求潮流 而是根据自己的内心感受 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和造型 他的每一次选择 都充满了个性与创意 让人眼前一亮 他敢于尝试不同的风格 无论是复古风 现代风 还是未来风 他都能轻松驾驭 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 无论是舞台上光彩夺目的表演者 还是生活中随性自在的普通人 肖战始终保持着那份 最初的纯真与热情 在舞台上 他光芒四射 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征服了无数观众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都充满了感染力 让人沉浸在他的表演中 无法自拔 而在生活中 他又回归到最真实的自己 随心自在 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 他会穿着简单的服装 走在街头巷尾 感受生活的美好 他的纯真与热情 让人感受到 他内心的善良与温暖 肖战以其独有的方式 向我们展示了 什么是真正的时尚态度 不拘泥于形式 不受限于规则 只忠于内心的感受 他的时尚 不是为了迎合他人的眼光 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个性和情感 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时尚不仅仅是外在的装饰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对美的追求 一种对自我的表达 在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超越年龄 与性别界限的普遍美感 那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力量 足以跨越时空的限制 触动每一个人的心灵 在未来 相信肖战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他将继续在艺术道路上探索前行 用他的才华和魅力 为我们创造更多的精彩 他的时尚之路 也将越走越宽 成为引领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将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让我们期待着 他的每一次精彩表现 肖战 你是时尚的传奇 是纯粹之美的化身 你的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 激励着我们 追求美 追求真 追求自我 让我们一起期待 肖战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创造出更多的辉煌 肖战